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开始吧 今天还是先从吃的开始 这个 沙拉 这还是一袋沙拉 然后剩下的话是一公斤的牛肉在这边 然后20%脂肪 但是我又放了一点油 所以可能差不多25%脂肪 这个是饭 对 还是那种 然后我调了一下比例 我把那个之前那个 就是燕麦还有那个米饭那个比例变成1比1了 之前是2比1 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水果 水果的话是两个苹果 嗯 那聊什么呢 聊一下这个 某其中吧 我觉得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一些里边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吧 然后就是这个 首先说一下这个某其中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企业家 然后我不知道熟不熟悉这个 就是他其实他当时干过一种 比方说从中国一些清工业的一个视频 然后去俄罗斯换飞机呀 然后还有以前电影里边讲过要什么 从喜马拉雅山那块炸一个口子 这样可以让那个印度洋的气流进来中国 这个把西藏那边那个生态环境改善呀 什么他提过很多这种惊人的想法 还有而且做过很多这种比较大的这种事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聊他呢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从最近我看的一个采访的一个视频里边 我就发现如果说他当时的那些很多的想法 以现在的眼光去看 当时他的很多想法 就会发现他其实很多想法是就是非常的正确的想法 对其实很多时候他的那个想法受到当时的环境很大的那种制约 他这个制约就具体来说就比方说他进过好几次监狱对吧 他之所以进监狱是因为人家怀疑他诈骗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他的很多想法是非常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疯狂的 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提出来一个想法 然后需要实际做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矛盾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又不能理解那怎么办呢 那看到他这种情况就把他定为什么投机倒把呀什么什么诈骗呀什么之类的 那实际上你看到他背后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动因 很多时候就是在真正是去解决人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相当于在他出生那个时代 他有这样的这种限制吧 相当于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思想更加的 就是说更加的这种一致一些 然后更不能够接受这种个人的这种独特性 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从他这边我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点 而且更深一步的就是去聊一些 比方举个例子 他当时有一个做了一个操作是去韩国倒冰箱 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其实发现国内那个冰箱质量的很差 然后但是国内的话那个政府就是说就是说相当于想要保护这冰箱产业 对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们限制在当时可能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吧 限制这种国外冰箱这种进口 但是呢又是这个国家又希望去有更好的这种冷冻的制造业 所以说他希望有这种冷冻的机械进来 这样可以去扩展其他的工业 所以这个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 一边是冰箱不让进口 一边冷冻器械是幻影进口 所以他当时就敏锐的察觉到这种这两个之间的差异 然后他最后就去研究了这个 这个你到底怎么定义一个东西是冷冻器械还是冰箱 然后他发现到多少升以上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当容积多少升以上 那就认为是一张冷冻器械 就是说就比较可以进口这些东西 所以说当时他知道这件事以后 他就去了韩国然后去找人家去定制 定制也就是说让人家那个刚好那个冰箱 他现在去找那种厂家刚好定制的冰箱 比那个国家的限制高一点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他就现在避过了这个法律的这种限制吧 然后他从而从韩国一下定了很多 定过来以后接着来了中国以后 那个就基本全都卖掉 所以当时他挣了很多的钱 在当时可以认为是一种巨款 我好像记得记不太清楚可能在百万级别吧 就是这个收入上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的这种就很多这种操作还有很多这想法都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在很多时候就是他的很多想法是没有办法受到别人的理解 这个事情就换句话说就说回来到我觉得从个人成长里边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的一些想法 然后别人不理解不是说就是说应该怎么来讲 就是说因为别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一些想法 很多程度上是因为他和你就是说要找出这种不一样 要把这个不一样这个核心点要要不停的要固化 这也是我就强调说为什么在这个尤其是让想办法让一个人做的自信的时候 这个最大的坎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样去看对与错和和不一样与一样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我这段时间我思考我觉得还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去分开 其实以前当时比如说讲过那个江文的那些例子里面都强调过这一点 但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得再进一步的就是说把它给明确出来 就是怎么样建立这种真正的自信呢 就是要所有的这些事情你看到以后你就找到这种不一样 以及这是不一样是第一点就是不要认为好像自己错了呀是啥 因为你一旦认为你自己错了你马上就会产生自我谴责的这种情绪 一旦进入这样一种情绪之后你的这个很多事情再再继续去干的话 你就没有这种动力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出首先没有对错只有不一样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 然后在这一点明确之后啊 下一点的话就是说要去理解这个周期的概念 我觉得最后就是说把这个周期的概念就是说 你可能现在这个不一样是意味着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周期 大家才能理解和接受就像比方说摩西钟的他这个例子对吧 他的那个当时的很多操作和想法都是非常非常超前的 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办法不接受他甚至把他要放在监狱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法律其实都在不停的变化和演进对吧 所以说这其实法律就是反映了人的一种思想里边的这种普遍的接受的这个价值观 然后可能过十年很多法律都会发生很大变化 所以正是因为他由于他太超前了 所以说造成他在很多生活中就会有一种磕磕绊绊 然后甚至还要去进监狱这种这种情况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说你要看到自己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周期 就是说你要找到自己一种比方说一种真正你觉得说你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来了解清楚自己以后然后接着就可以去选择这个周期 是选择说我是让更多人开心这种短周期就是说短周期的开心 还是说长周期的这种就是长周期的这种让人真正意识到你的价值 或者说你自己的这种价值 再从这就衍生过来就稍微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在就比方说这个计算领域就相当于相当于计算机里面里面有一个理论 就是相当于叫复杂度的一个理论 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他说的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做法和到底验证这个人做的是不是对 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 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而且这个这种复杂度的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验证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这种做法到底是对与错 你是很难用很简单的方法去去验证他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通常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能要需要至少是就是说对于可能绝大多数这种问题吧 就至少要需要和他同等时间 就是说你可能这个东西一个人比方说这个做的方法 他说他要做一个十年的计划 你如果说我一年我就验证你的十年的计划 那这个是很难真正做到的 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问题很多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就把这个概念搬过来其实就是一样 就是说一个人的好像大家觉得说他是错了 或者说他就做的不对 但实际上当你再长一些的周期就会发现 这个其实他当时的很多做法是完全是正确的 但是他受到很多环境的那种限制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 也是今天我觉得最主要想分享的点 就是说还是两条 第一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 你只要任何时候不要去反思说自己是错了 还是对了 而是说自己不一样 这个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放在自己的大脑里面 然后第二条就是要注意这个周期的问题 周期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现在这个东西 你现在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什么成果 但是的话如果是就是说你放在更长远一些 用长远的眼光去看的话 那你这个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周期啊 什么很多这个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今天想分享这些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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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